1月31日晚 郑爽在个人粉丝APP晒出自己最新眉罩 他身穿棉绒睡衣抽镜 纯素颜清新甜美 大眼水淋淋 皮肤十分白皙 因前一天眼睛被刽子脚磕到 当天活动亮相时 郑爽一只眼睛贴了纱布 他特意发文和粉丝互动语气活泼 嘻嘻 不管怎样还是去了 虽然有点牛人 郑爽还让粉丝不用担心 好吧给你们看半边脸 好好努力准备下部戏 不用担心 已经好很多了 郑爽这半年多时间以来相较于早前沉浸了许多 一方面是没太多时间上热搜 近期和佟大为合作拍新戏绝密者也有好几个月 另一方面 郑爽也把维护粉丝关系的渠道从微博转移到了自建平台 相关动态都只在APP上发布 避免了因为些小事而引着大家的热议